第五章谢威 唐儿要比莲儿大上两岁 性情也稳重许多 穿着剑浅青色的笔甲 被莲儿拽进来时 手里还拿着风铁籽 这惠儿一眼就瞧出江雪宁神情不对 他连忙掐了莲儿一把 莲儿顿时收声 他这才走过去 先把那封铁籽压在了旁边的几岸上 然后到江雪宁身边来 给他解纳一身沾了酒气的袍子 莲儿是见您一晚上没回来 吓糊涂了 奴婢猜着小侯爷还要进宫听日讲 您最迟上午会回来 所以让人先备了热水 您先沐浴 然后歇歇绝吧 奴婢看着您昨晚像是没睡好 这倒是个能用的 江雪宁打量了唐儿一眼 这丫头也是梦是放到他身边来的 本事虽然有 可架不住他这个上头主子脾性太坏 对那些个逢迎奉承的吓人太纵容 纵然有十分本事 能使出来三分都了不得了 那便先沐浴吧 他这惠儿也不想说太多话 见莲儿没再哭哭啼啼的 便暂时把那个发卖了他的念头给压了下去 一应沐浴的务事都准备好 将雪凝宽了衣袍 进了浴桶 慢慢坐下来 让那暖热的水缓缓没过他光滑的肩 修长的井 这种时候 最容易将脑袋放得空空的 他却格外喜欢在这种时候想事 刚才问过了唐儿 如今是九月初七 他还没有女扮男装跟着燕林去逛重阳灯会 也还没有遇到跟沈界出宫玩的乐阳掌公主 也就是说 这一世乐阳掌公主阴差阳错喜欢上他这件事 还能避免 看先前客店中的情形 他也还没有开始故意接近沈界 那么只要他不去争 被宣赵进攻半读 这件事也就落不到自己身上 燕林还在京中仗剑走马 永逸侯府也还为牵连近平男王谋逆与党一案 他这一世还未对那身处于最黑暗时的少年 说出那句伤人的话 但事情也不全然乐观 光是一个燕林就够头疼了 眼见着就要加官的少年 几乎完全将自己青涩而热烈的感情交付给了一个不值得的他 带他出去玩 又护着他 还为着他出格的任性和大胆帮他摆平了江府 上一世时他没想清楚 可这一世他已经历过不少了 哪里还会看不出来 江伯游对着他这命途多喘的女儿 固然会有几分愧疚怜惜 可大户人家多少要规矩 再溺爱也不至于由着他女伴男装在外头跑 可江府偏这样默许了 这只能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他的婚事 早已经被暗中定下 与其说纵容他 是因为他是江府二姑娘 还不如说因为他是未来的永逸侯狮子夫人 但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 永逸侯府再过两个月就要遭难 上一世的燕林根本没有等到那个能带着人来上门提亲的日子 就在行家观礼的前一天 被抄了家 江雪宁静静地靠在木桶边缘 眨了眨眼 想起少年燕林那意气风发的面庞 热沉炽烈的眼眸 又想起青年燕林邪宫海潮时那坚毅深邃的轮廓 森然莫测的目光 一时竟觉有几分心乱如麻 永逸侯府和平男王一党余孽有联系是真的 只是这中间似有内情 不然上一世燕林海潮后 重兵在握 不至于就投了谢威还跟他一道谋反 可内情具体是什么 江雪宁到死都没能弄明白 还是且行且看吧 不管接下来的事情如何发展 他反正是不打算留在京城了 只是这一世他已然招惹了燕林 必得要想个稳妥的法子 跟他好聚好散 也免得他因爱生恨 一招回了宫便软禁他 报复他 前世那段日子简直是噩梦 若能躲去外头 是再好不过 毕竟前世京城里一窝人精都狠 但范围控制的极好 宫廷里再多的变乱 也就在皇城那一亩三分地尔 整个天下还是黎民附属 百姓安康 不如等他们斗完了 自己再回京过日子 满打满算前后也不过就七年 他若离了京城 还能去找走遍天下做生意的游方银 何乐而不为 江雪宁自认顶多有点玩弄人心的小聪明 安邦定国的大智慧他是不敢说有 更别说朝中还有个披着圣人皮的帝师谢威 跟这位共事 哪天一个不小心 怎么被弄死都不知道 这一局棋 他掺和不起 屈吉避凶 人之常情 江雪宁想得差不多了 便叫来莲儿 唐儿为自己擦身穿衣 换上了一身雪青色的绣裙 裙摆上细细的压着深白的流云暗纹 腰带一束 便是不迎一卧的婀娜 只是唐儿为他叠秀的时候 又瞧见他左腕内侧那道两寸许的疤痕 一时便轻叹道 月前拿回来的书痕膏已用的差不多了 您这一道看着像是浅了些 奴婢过两日再为您买些回来吧 江雪宁便翻过腕来一看 是四年前的就疤痕了 自手腕内侧中间向手掌方向斜拉出去一道 下头伸上头浅 一看就知道是自己拿匕首画的 用来短时间放血 大约能放上半碗 他重又把手腕翻了回去 一双眼底却划过几分晦暗难明的光滑 真不知该说老天后代他 还是后代谢威 固然给了他重生的机会 可却偏重生在回京以后 若是重生在回京路上 他还没划下这一刀 这一事或许就轻松很多了 只是发生的已经发生了 多想无意 江雪宁既已经有了离京闭祸的打算 钱财就成了需要考虑的头等大事 自然得要先弄清楚 所以他吩咐道 去把屋里的东西都搬来 我要点上一点 两个丫头都愣了一下 自家姑娘的东西向来都是没数的 且又是个喜新厌旧的 有时候领了份力 分了东西 或者小侯爷送来一些东西 他都是带了一回二回就扔一旁去了 也不计较他们的去向 所以屋里有几个猪油蒙心的 以王兴家的为首 常拿姑娘东西 他们再不满也没用 因为姑娘睁只眼闭只眼 根本不说他们 现在忽然要点东西 唐儿和莲儿对望了一眼 唐儿还好 沉得住气 莲儿却是压不住 振奋地握住了小拳头 莲忙道 是 奴婢们这就去 江雪宁印象里 这四年她逮着的东西不少 可待两个丫头收拾了搬上来一看 就剩下两个匣子 明珠美誉 金银头面 随手一番橙色虽还不错 可数量上着实有些寒酸了 她拿起了一条剔透的碧玺珠串 笑一声 又扔回了匣子里 只道 把人都给我叫进来吧 里里外外一个也别少 两丫头下去叫人 可花了好半天 七八个人才陆陆续续的到齐 且占没个占样 轻慢而懒散 丫鬟婆子都怯怯思语 猜她想干什么 江雪宁就坐在临窗的炕上 半靠着秋香色的锦段饮枕 端了几上的茶盏喝了口茶 只不动声色的打量着这些人 又一会儿 连王兴家的也到了 她上午在廊下被江雪宁吓了个半死 刚才方一听说江雪宁叫人 便急急赶来了 陪着笑 许多事儿都还等着大家坐呢 姑娘忽然把大家叫来 是有什么事要交代吗 江雪宁懒得同他们废话 只拿手一指搁在他们前方桌上的那两只匣子 淡淡道 也没什么紧要事 就是看着我这匣子空了点 你们往日拿了多少 都给我放回来吧 王兴家的脸色顿时一变 其他人也是猝然一惊 屋里一下没了声音 安静极了 人人目光闪烁 可谁也不说话 江雪宁看笑了 都没拿是吧 王兴家的拿的最多 更知道这屋里就没几个人干净 大家相互包庇还来不及 只觉得出不了大事 站出来便一脸大惊小怪地道 姑娘说的这是什么话 可真真是折煞老奴们了 大家都是在这府里伺候您的 大大小小 庄庄渐渐都是以您为先 谁人敢拿您东西 江雪宁不听她的 只转眸看其他人 你们也这般想吗 其他人面面相去 但这种事谁敢站出来承认 且二姑娘对自己的东西没数 她们都是知道的 就算是查出东西少了又有什么用 也不能平白无故 就断定是她们谁拿了 谁站出来认 那都是傻 这点简单的道理 她们还是想得明白的 也觉得江雪宁可能就是 见东西少太多才发作 但以她外墙中干的性子 也搅不出什么事来 所以她问完话后 迟迟没人回答 里头还有个瓜子脸的小丫头 出来附和王兴家的 姑娘可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没得张口就来冤枉 我们这些辛辛苦苦 伺候您的下人 平白叫人寒心 江雪宁也不生气 只道一声 行 说完她就踩着抗边的脚踏 站了起来 随意的拍了拍手 也不管旁人 就往屋外面走 所有人都一头雾水 王兴家的迷惑极了 还以为她要理论几番 没想竟然走了 她悬起来的心 本该落下了 可无端又生出几分隐隐的不安 姑娘干什么去 这时江雪宁已走出去了 王兴家的站在她背后 仔细的分辨了一下方向 忽然之间面色大变 这方向分明是去老爷书房的 星号 方才那场面 江雪宁已看分明了 这帮丫鬟婆子一时是无法使唤动的 她固然有的是办法跟这帮人折腾 可那宅中这些小事 实在不值得她花费太大功夫 还要跟人斗得跟乌眼姬似的 有麻烦找爹就是了 能尽快解决就别拖着 梦是跟她这个妾养大且行止出格的嫡女不亲后 但江伯游对她却还不错 可能因为燕林的原因 甚至称得上纵容 诚挚丫鬟婆子这种事 要她句话足够 顶多是费歇口舌解释阴游 可这是江雪宁拿手的 字也不出 江伯游的书房在前院东角 演映在几棵老槐树的绿荫里 江雪宁刚走进去室外间 门旁立了个轻衣小丝 是在江伯游身边伺候的长镯 里面靠墙排了一六二四把椅子 其中最末的那把椅子上镜坐了一名男子 穿的是玄青的锦衣卫长服 腰上挂了快令牌 看着高大沉稳 五官虽然生的普通 可一双眼开河间却有鹰损般的立光 透出一种深沉的算计 江雪宁瞧见她时 她也瞧见了江雪宁 当下 人便从座中起身 沉着的向她拱手为礼 二姑娘好 周寅之 上一世做到过锦衣卫兜指挥时 是掌本魏唐上印的主官 但这人是朝中出了名的三姓家奴 最开始不过是江府一个下人的儿子 受婉娘之事牵连 随同她家人一道被发往田庄 长大后也帮着干点庄子上的利器活儿 还跟学堂里的先生学了几个字 自己读了几本书 江雪宁那时要回京 无人可依 便请她与京中来人一道回来 送自己上京 周寅之便提出一个要求 到京之后 请江雪宁跟江伯游说上几句 让她跟在大人身边做事 江雪宁允了 到了京城后 周寅之便为江伯游办事 江伯游看她处事妥当 有些成算 两年前将她举荐到了锦衣卫 为她谋了个孝令的职 她也争气 到今天已是正六品的锦衣卫百户 江雪宁没记错的话 上仪式 在一个月后 她便会托周寅之为她查清楚审界的身份 而周寅之提出的条件是 将她引荐给小侯爷彦林 正所谓是君子同道 小人同利 她和周寅之之间便是因利而合 一个有所求 一个有所需 自然应允了下来 在永义侯府出事之前 她就抓住机会往上爬 成了从无品的傅千户 后来江雪宁嫁了审界 周寅之便自然而然地跟了审界 等审界登了机 对她也颇为信任 最终她官制都指挥使 与宦官把持的东厂 分庭抗礼 做了很多的事 有该做的也有不该做的 算得朝中一股不小的势力 只可惜 下场极惨 谢威从幕后走到台前 把持住朝政 控制住宫廷之后 第一件事便是命人将她乱箭射死 头颅用三根长铁钉钉在宫门上 让进出的文武百官都能看到 江雪宁眉亲眼看到过 可光是听着宫人的传闻 都觉得心底发寒 说起来 永义侯府牵连近平南王 逆党余涅一案 正是锦衣卫办的 一个念头忽然就画过去了 江雪宁看了周寅之一眼 并不还理 只平平地点了一下头 然后便转身对常卓道 父亲可在里面 常卓道 在里面 不过有客 江雪宁蹙了眉 回想了一下自己年少时的骄纵德性 于是道 我不管 我屋里那帮丫鬟婆子反了天了 偷拿我东西 窜多着一起来欺负我 你进去跟父亲说一声 我只拿句话 就去收拾他们 常卓不禁有些汉言 但也知道这位二姑娘的脾性 硬着这头皮硬了 还真掀了里间的帘子进去禀报 江雪宁就在外间的椅子上坐下来 周寅之却不再坐了 只立在一旁 偶尔看他一眼 却说常卓进去禀报时 江博游正亲自给客人沏茶 他生得一副儒雅面香 年江不获 还留了一把美然 倒有几分气度 听了常卓富尔说是江雪宁沼 他便一皱眉 胡闹 常卓抬眼一看坐在江博游对面那位 多少也觉得有些尴尬 越发压低了声音 又说道 二姑娘说是屋里丫鬟婆子手脚不干净 一番续说 江博游一听忽然面露惊喜 眼前一亮 他当真这么说 常卓点了点头 江博游历时扶掌而笑 这丫头居然也有开窍的时候 怕不是一时怒急冲昏了头吧 他屋里这一起子人暗地里不大守规矩 夫人说了好几回 我老早就想收拾了 正愁找不着机会 你立刻去 把那一屋给我叫来 千万别等宁丫头回过神来 他要气过了 再收拾就不成了 常卓看着自家老爷这兴奋进而 不由越发汗言 江博游自己却还不知 转头便对坐在桌对面的客人道 居安 怕要慢待你一会儿了 我这府里有点烟杂事 料理一下就来 那客人微微一笑 只道 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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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